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特席会议结束 中美媒体报导比一比 中国政府设红线电话 50万奖励检举外国间谍 在中国大陆被失踪23天的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的妻子李靖渝 原定10号搭机前往北京上访巡夫 却被告知台胞正失效 在航空公司柜台遭拒绝换位 请看夏小华的报道 李靖渝在海基会两名人员与公民团体陪同下 11点半在会台 被告知台胞正失效 换位登机遭拒 出境就卡关 海基会表示 早上9点 移民署主动向大陆公安部询问 得知李靖渝台胞正失效 事实上 李靖渝的台胞正还在有效期限 他也定位成功 显然遭对案刻意注销 脸色惨白的李靖渝像泄了气的皮球 闭眼明罪 微微颤抖 我的确感到意外 震惊 难过 我一个弱女子前往探视 中国政府需要用这样强大的力量来阻止吗 需要吗 阻止了动机 目的 企图何在 这个动作恰恰向外界证实了 中国政府逮捕李明哲 背后所存在的政治阴谋 国台办在9号刻意发布一纸 未放上国台办官网的声明指出 海协会7号已经透过台湾有关团体 传递李明哲亲笔信 李靖渝重申 他没有拿到信件证本 并澄清国台办称基于人道考量送信并非事实 李靖渝指控说 李俊敏对我进行威胁 利诱 恐吓 我逼不得已 我只好要求他给我文字的承诺 留下证据 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接受他这样的保证 因为我认为 自由与尊严 必须兼得 人若是只有自由而没有尊严 会活得像狗一样 我不想我李明哲一生 活得像狗一样 李靖渝强调他拒绝前科文化 就是相信不挺身对抗不义的制度 台湾永远会不断被绑架 他不能为了营救丈夫 丧失中华民国的尊严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通过提案抗议 台湾国 台湾教师联盟等社团 以行动剧讽刺蔡英文总统 只会消极喊祝福 他们提醒 10号也是台湾关系法36周年 呼吁美国政府关注台湾人权遭侵害的议题 在李明哲案件中 遭到李靖渝指为两岸前科的中间人李俊敏 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 自己只是受海协会委托接触家属 从未收家属一毛钱去遭污名化 并称自此退出 不再插手 请看黄春梅的报道 遭李靖渝指为两岸前科的中间人李俊敏 周一上午9点钟接获大陆来的快递 拿到李明哲亲笔信的证本 直接投递到李明哲写明的投递地址 交给李明哲母亲 随后李俊敏发表1600字声明 不满遭到污名化将退出李明哲案 李俊敏接受本台电话访问时表示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疲惫 所以说我想退出 我已经退出了 今天才决定退还是 其实昨天晚上看到 那个李靖渝的证明告示 我却已经决定退出来了 灰心吗 李俊敏在声明中自称 4月5号受到海协会委托接触家属 先口头转达李明哲先生的状况 7日海协会将李明哲的亲笔信 以电子邮件传送给他 7日他立刻约见李靖渝 这次会面李靖渝转述李俊敏的说法 应该把对方当作绑匪 对方也不谈法治 你要我帮助你就立刻取消非北京 否则我就爱莫能住 李靖渝认为受到威胁风口 李俊敏在声明中回应 如果继续制造新对立活动 就不可能有协商的机会 这是基本常识 如果这样被认为是威胁好吧 我向李太太说声抱歉 但是他驳斥自己一毛钱都没拿 怎么能被解读为前客 你这样穿梭两岸 你会觉得你身份敏感吗 所以说我希望低调 因为你在穿梭两岸的时候 你就必须很低调 可是现在我们的机会就曝光 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中警方的事情其实是成功的 是 那个模式是不可复制的 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 对 而且增加了敏感度 在中间穿梭的李俊敏 营救过法轮功学员中顶帮 和遭索马利亚海盗绑架的 台籍轮机长沈瑞将等人 李俊敏目前在领航基金会工作 负责帮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蔡正元处理两岸事务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前立委李庆华2006年12月 曾在质询时指出 李俊敏民民国68年到中国大陆 出任务被捕越狱逃回台 玄吉又被军方判往中国大陆出任务 结果李俊敏又被捕 遭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还在狱中继续搞情报工作 再以特务罪被判处死缓 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 李俊敏在狱中曾被拔光指甲 并独求水牢带死 没想到2006年 大陆在他入狱27年后将他释放 是情报员死而复生 还能继续穿梭两岸的韩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好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大陆 因杀死强差官员 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的江西农民 明金国 日前却被以故意杀人罪批捕 引发外界华人 多名律师赶赴当地要求代理案件 但两个星期前 明金国之子明邦伟 突然被多人打伤入院 无法与律师签署委托书 和明家兄弟有密切联系的宋先生 告诉本台 南康当地的网友 明金国儿子被打 以后第一时间赶到他那个医院里面 去了解这相关的情况 我听到他被打 我也特别揪心 我们现在明金国的两兄弟 比较困难 他两个儿子要跟后续的律师对接 也就是签署这个委托书 去了两国历史 没办法见到他两兄弟 目前明金国的儿子明邦伟 仍被警方控制 3月27号 湖南麻洋县被强拆户黄雨霞的母亲 因阻止一国资公司 在自家被强拆的宅基地上施工 被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名 以刑居10天 而且强行施工目前仍在继续 在阻止无果的情况下 黄雨霞4月5号进京上访 但没有获得明确的答复 另外 有公民发起接力行动 声援黄雨霞一家 参与接力行动的广东公民李飞 告诉本台 黄雨霞家的房子 四年前就曾被当局强拆 一家五口 曾被警方以拘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刑 一年半至两年半 黄雨霞的奶奶也因此去世 武汉市汉江区的数十位访民 因为不满房屋遭到政府强拆 而且多年上访无果 于4月6号 冒雨在政府大门前请愿 他们身穿各种 写有反抗强拆的状衣 要求政府妥善安置 身穿制服的警察 在现场对访民进行拍摄 不过没有做出干预的行动 汉江区拆先户潘和平 当天告诉本台 因为地方里有些干部啊 这些领导啊 那种制传 这个勾绝 这些和社会的 欺压老百姓 强占老百姓的财产 我们家里有两个残疾人 家里还有90岁的父母 我们在外面收房子 五年了 他们年一分钱的 获得费就没给我们 我们申请了要求 给我们的安置费 可是他们呢 就不给我们谈政策 就要按照他的地方里 规定的办事 2015年 武汉十多位访民 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自焚抗议 但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 武汉访民说 他们将于近期 再到北京中南海上访 广西北海白虎头村 日前带有村民遭到强拆 当地村民告诉本台 4月7号 村民陈国父一家的房屋被强拆 目前当地只剩下 8户村民的房屋还在 上个星期五 叫做陈国父的那个家被强拆了 早上沿海区政府就派了 几车联防队员 把他的家用那个警戒线给围起来 把村民从家里面拉了出来 一直围在那里 早上没有拆 一直围到了下午 四五点钟的时候 他强迫那个村民跟他签协议 那个村民没有 我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拆了 现在村里面的那个村民的房子 还有八处地方了 没有可以拆的 目前剩下的就八处地方了 村民还说 这两天地方政府不断给村民做工作 要求他们签署拆迁协议 而村民多次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 举报投诉都没有结果 上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 本台报道了 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社会保障的 四川省滋阳市近百名 民办代理幼儿教师 在县市教育局信访局前集会 要求落实中央政策的事件之后 近日接受采访的教师 陆续遭到当局的约谈 要求他们寻内部途径解决 遭当地公安约谈的 徐老师告诉本台 3月6号 关于林大佑 辞退的问题 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警方调查我 就是说你怎么 和记者联系的 你知不知道世界媒体 这种采访是维华的 当世界媒体报道了 这个问题要引起鬼女动乱 第三个他还威胁不让我们上滑 遭到秋后算账的多名老师还透露 他们已被监控 但他们不害怕当局的威胁 希望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 大家好 我是自由亚洲电台 新实际栏目主持人刘平 今年是反右60年纪念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 是反右运动的亲身经历者 愿意把您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请接受我们的采访 请在4月底之前联络我们 我们的联络方式是 反馈 at rfa.org 您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与我们联系 谢谢 近来种种迹象表明 709案正在升级获颜家属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领 日前发现 加州围被安装了密集的摄像头 出行遭神秘人尾随等 为此王俏领公开脱孤 一旦自己被失踪 请有人照顾两个孩子 王俏领的代理律师余文生 告诉本台 他自己的法律都不能守 还能再相信他什么 上个月 另一被捕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遭当局监控人员死亡威胁 天津访民唐新波 于3月2号 参加未婚夫常鸿燕 妨害公务案开庭之后 被北京市公安局分台封局 以涉嫌询系滋事罪刑事拘留 4月8号获取报候审 唐新波告诉本台 在他被羁押期间 他的母亲和大哥相继离世 令他倍感悲痛 我是3月4号在旅村山上被抓 因为2号我来北京 给我老公开 给常活样开庭 当时2号他们就下了大量警察跟国包 要抓我 在我禁忌的第三天 我的猛子悲恨叫假 唐新波还说他在丰台区看守所 四处查询同时被关押的未婚夫常鸿燕的下落 却鸟无音信 然后我在那个看守所里问 我老公的任何信息我都打听不到 现在我怀疑他们是秘密宣判或者不宣判 情况就是这样 我希望媒体能关注我 据了解 常鸿燕案开庭当天 在法院外声援的湖北访民谭秀平 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 广东维权人士苏昌兰和陈启唐案的代理律师 分别于4月6号和10号会见了当事人 两人都对今年3月31号法院做出的判决 表示不服决定提起上诉 此外 苏昌兰的家人在案件宣判后 被当局连续控制了7天 直到7号下午才获准回家 本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良心犯张海涛 被新疆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 重判19年 去年底被转送新疆阿克苏地区沙牙监狱 他的妻子李爱杰多次要求会见 但是对方电话无人接听 李爱杰说 当初监狱方通知他三个月后可以探监 如今却鸟无音信 那么4月有余 不允许家属会见 又是一的哪条反律 还有 我们为什么至今没有收到张海涛的任何一封信 如果有人说张海涛不愿意给家人写信等等 我是不会相信的 长期关注张海涛的维权人士黄小敏推断 当局不通知家属探监 可能与新疆近期的紧张局势有关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已被四川绵阳警方积压超过4个月 4月7号黄奇54岁生日 十多位曾受到黄奇帮助的访民 前往看守所 祝黄奇生日快乐 并送慰问金 据六四天网报道 绵阳政府认为六四天网是国外网反动网 黄奇因此而被捕 北京顺义仁和镇拆迁户张德利 在今年两会期间被以涉嫌寻信滋事罪刑事拘留 4月7号获取报候审 但公安拒绝给他刑拘决定输 张德利还说他在被羁押期间 被管教人员要求爬着上厕所受尽领主 张德利的妻子张书凤目前流亡泰国 他告诉本台 张德利说过 如果我死了 就是人和派出所所长王忠诚 市民分局局长李国盈 还有人和镇镇长刘洋 因为是刘洋镇长亲自派人野蛮暴力强拆我的家 据了解张德利和妻子张书凤 近20年来 数十次遭到警方的拘留 劳教及抓捕 据法新社4月10号报道 中国政府日前开启国内红箭电话 用以检举外国间谍 并给检举人提供5至50万的高额奖金 官方还承诺将保证检举者命名的安全 同时中国官方也警告 假检举或不时揭发将有可能受到惩罚 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星期一宣布退出新民党 理由是和参选特首的主席叶刘淑仪 理念不同 请看陈盘的报道 一名立法会功能主别 体育 演绎 文化及出版界的选民A先生 星期四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他透露在特首选举后 先后接到与学术研究为名的五个电话 来电者皆是朝大陆口音的广东话人士 男女皆有 但都拒绝透露姓名 这些人都知道他的中英文姓名 及其所属的功能界别 又追问他在去年的立法会选举 和特首选委会选举中 为何不跟随其所属界别的三会的建议 投票给建制派人士 令他很担忧此事 当然如果是纯粹几次的学术研究 那就当然好了 因为香港的学术发展这么缝困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而是真的一些政治的施压的话 那是令我有个担忧 我不敢公开去表态支持某位 或者某一个政治光谱的候选人 只能够用选票的支持 实在太过巧合 你问我 将不将这件事件定性为 白色恐怖 我只可以说 我不想将这件事件定义为白色恐怖 因为我不想这个 因为我成长的地方变成这样 民主党议员林卓廷 质疑是否有组织 利用已经于事的选民的个人资料 向选民施压 客观效果是构成一种压力的 你不是打一次问 打五次 是吧 就是这样已经是 连超这一个正常的查询 所以我认为 有人是尝试 向A先生和她的朋友 施加下力 不久前结束了香港特首选举 期间接年爆出中联办 和亲共组织 施压特首选委 以及花钱组织民众 支持候选人林郑月娥的丑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 陈盘发自香港的报导 香港政府斥资15亿港元购买的 新航空管理系统 8号再次出现问题 更首次需要切换到备用系统 来应付事件 引发安全疑虑 请看王思维的报道 星期六 香港民航处的新空管系统 再次故障 导致多班航班的资料显示出现问题 民航处9号发出声明指 当时有八班航机 仅显示航班的高度及位置 其他未能显示 而这次故障 也第一次令有关方面 启动备用系统应急 民航处说 有关现象是用户个人设定总数 超出系统预设上限所导致的 而本知是飞行员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谭文豪则质疑这是低级的技术问题 这套系统也有所谓的磨合期 我不知道你想磨多久 由去年的11月磨到现在 我当然是期望越磨越好 现在出现就好像越磨越差 还有好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才突然间发现有那么多低级的问题 我们想想一下 一套的空管系统其实是很复杂的系统 去处理很大量很大量的资讯 这样的一套 某程度上都是超级电脑的东西 竟然是因为用户的设定 其实用多多少RAM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用户的设定用多多少RAM 而导致它这样拖死了 这个你听下去其实不是吧 这样的错误都可以出现 他有要求民航处重新检释 有关系统的安全性 并希望当局研究是否有需要 购买另一套安全性更高的系统 来代替现有系统 谭文豪表示 已经去信政府有关部门 要求当局暂缓拆除 原定在下个月移走的旧系统 因为一旦出现其他问题时 可以用旧的后备系统 香港民航处上个星期 曾就新空管系统发表中期报告 称有关系统的可用性 达到99.9% 属于国际最佳水平 而磨合期间出现的显示屏 未能显示航班资料 以及电脑短暂故障的问题 已经大致解决 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 王思维香港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谈 有些中国官媒的报道 在美国媒体上看不到 那么同样的 有些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中国官媒也看不到 那么本台评论员刘平 要针对这一现象来评说一二 刘先生您好 那么据您的观察 这个中美两国的媒体报道 在特席会上有哪些不同呢 好的 我们去几个特别明显的例子 第一天 特朗普跟媒体说 我跟习主席谈了很久 一无所获 他还接着强调 真的一无所获 其实你看那个场景 他讲这个话 带有开玩笑的意味 开玩笑的意味 中国媒体也不报道这个事 美国媒体据事已告 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就是会谈结束之后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告诉媒体 说在北韩这个问题上 中美两国人一致认为 北韩造成的威胁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这个美国媒体很重视这件事 因为这就表示两国领导人 有共识在这个朝鲜议题上 可是呢 这个中国的媒体啊 提都不提北韩 这个原因呢 可以理解到 就是对美国来讲 北韩是一个当务之急 但是对习近平 对中国来讲 北韩议题没有那么急迫嘛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这个 美国用这个巡航导弹 攻击了叙利亚 然后呢 所以这就让这个 美国一些媒体认为说 这是不是习近平当面呢 暗示 对不起 这个特朗普当面暗示习近平 我美国既然可以攻击叙利亚 说不定也就可以攻击北韩呢 所以希望中国方面 加把劲 设法约束一下 你那个小兄弟 那么 习近平啊 就是当这个特朗普 越是显得 他比较强硬的时候 或者显得比较急迫的时候 习近平特地要显得不为所动 所以中国的媒体啊 就看不见 有关于北韩这个议题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了解 从开始 北韩这个议题 就一直是美中两个领导人 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嗯 那您刚才提到 在特席会期间 美国攻击了叙利亚 那么这是一件大事 实际上 对 那就这件大事上 中美两国这个媒体报道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 哦 这个差异非常明显 美国媒体啊 写得很细 因为这是您所说的 这是个大事嘛 然后呢 就讲到说是 上个星期四 四月六号 晚上八点四十分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 也是中国 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 星期五的早上八点四十分 说两个人正在吃这个主菜 就是这个干烤笔木鱼 还有这个上等纽约牛排 主菜快要结束 准备要上甜点的时候 特朗普告诉习近平 他已经下达命令 要用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 好 那大家就很好奇啊 习近平什么反应啊 对不对 好 中国的媒体琢磨不多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转告说 习近平表示理解 而且习近平说 当一个国家 用这种这个化学武器啊 来伤害无辜的儿童的时候 美国这种反应啊 是有必要的 哎呦 这个话 就美国听子应该是很高兴的 这就是说 习近平赞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可是呢 这个跟中国官方的 这一贯说法不太一样 就在那个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说 中国的一贯政策 就是要寻政治途径 解决叙利亚问题 免得情况继续恶化 所以呢 你看中国 也不怎么提这个 不提北韩 也不怎么提叙利亚 这个 可是呢 等到习近平一旦离开美国 哇 中国的话就多了 这个官媒啊 就开始批评 美国攻击叙利亚这个事 而且呢 就这个用了不少字眼来挖苦 来嘲讽特朗普 说特朗普现在是 左支右处啊 这个处境艰难 所以他必须要打人家 显示自己的强人 这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特朗普啊 是要借此来显示 他跟俄罗斯之间很清白的 所以 这个人在这里的时候 中国的官媒啊 就是一副这个 非常祥和的样子 人走了 那就开始骂人家了 那您觉得 中国官媒 这种滞后的评论 或者说 滞后的这种 大篇幅的报道 是表达了一种 什么意思呢 好的 那就是要 维护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所以你看像这一次 这个有关经贸方面 美国的报道了 中国承诺要开放 已经维持了十几年的禁令 就是让美国牛肉 可以重新进入中国了 中国媒体不太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会牵涉到 中国的养牛户 那些农民的权益 你还记得 这个中国在一些领土问题上 跟人家达成协议 也是秘而不宣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必须要维持 这个领导人 没有让步 立场很强硬 捍卫祖国权益 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官媒 在报道特席会的时候 用的最普遍的一张照片 特朗普坐那个地方 听着 讲话的是谁 是习 不但讲话 而且手上有动作 有手势 这都是要凸显 这个大人物的 领导的这个形象 所以您刚才讲说 这种差别 在这个时候 都显得很明显 那么这次特席会 根据多方面的消息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一方面的信息 就是说特朗普 还是一种非常强硬的 这种强势态 来进行的这个多方会谈 那您觉得 习近平回去之后 会根据这次特席会 做出一些让步呢 还是一些政策的调整 很显然的 双方都在这个了解 对方究竟怎么想 就好像这个美国官员 不止一个也讲 说两个人在会谈的时候 多次出现的 比较强硬的场面 但是两个人呢 这个所谓的chemistry 两个人的气氛呢 却也维持得很好 因为双方其实都在做一些调整 刚才讲到 这个美国也在做一些调整 中国更是这个 接下来在这个 有关于这个汇率上 有关于这个进出口方面 也会跟美国有些配合 所以这个 透过美国的媒体 你就了解到 这个事情是一步一步在进行的 但是从中国的媒体 如果你看现在的报道 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 再看中国的做法 你会很吃惊的 怎么会这样的发展呢 好 谢谢您 刘先生 谢谢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方团长 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 4月10日与韩国外长尹炳士会面 商讨韩中关系等一系列议题 随后武大伟将和六方会谈韩方团长金空军 讨论共抗朝鲜 核岛威胁 武大伟访韩可以让韩国有机会了解 特席会设朝核等内情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浏览更多内容 好 我是景萱 感谢您的收看和收听 再见